小孩子 大家好,各位小孩子 歡迎來到小孩子三點鐘 爸爸媽媽鬆一鬆 我是Fivey 今天會跟大家和寶寶一起說故事 我們今天的故事看到嗎? 叫做避史大冒險 這兩個更古怪的東西是什麼? 一會兒你就看到他們的故事了 避史大冒險的作者叫做許晶雲 好,我們現在就說故事給大家聽 避史大冒險,許晶雲 在做什麼呢? 在小嬰小朋友的左邊鼻孔深處 在小嬰小朋友的左邊鼻孔深處 有一個很默默的鼻毛森林 嘩,裡面長了很多又長又細的鼻毛 而這顆鼻孔,河吉就住在裡面了 Hello,我是河吉 在鼻孔每天的生活都是一樣 河吉說,超級無聊 有沒有有趣的事情可以發生的? 嗯,每天在打哭路,看書 那些音樂重覆又重覆地聽 聽到已經不想再聽了 啊,好無聊啊 只是河吉很努力想擺脫這些無聊的時候 突然間眼前一亮啊 啊? 不如來鼻毛森林大冒險啊 反正河吉他從來都沒試過去鼻孔森林的另一邊 他說,我是很勇敢的河吉啊 於是好奇的河吉就踏上鼻孔的冒險之旅 走啊走啊走,走了一陣 河吉發現,嗯?前面有些光的 嘩,好似眼啊,是什麼光來的? 河吉於是就背著自己的背囊 跟著這個路線一直向著光的方向走去 嘩,是什麼味啊? 越走越前,越來越光 還有很多好香好香的食物味 嘩,是什麼味來的? 河吉忍不住流口水 好似萌桃 壽司味 芝士漢堡? 大蝦薄餅 還有蛋糕 好香啊 鼻毛森林外面一定有很多食物 哎呀,在這個時候 為什麼,為什麼有鼻孔突然變黑了? 有些什麼伸進來? 嘩,河吉害怕到震了 是什麼來的? 嘩,是小鷹的手指頭 手指頭在鼻孔裡面 哎呀,河吉左鼻,右鼻,左鼻,右鼻 不停想避開 救命啊,不要吵我啊 嘩,過了一陣 手指頭走了 鼻孔裡面又回復平靜 嗯 喂,你生得這麼好笑? 嘩,無緣無故,又有聲音 嘩,河吉就問,嘩,你是誰啊? 嘩,我是河鼻啊 我住在小鷹右鼻孔的 嘩,你是誰啊? 我叫做河吉 為什麼?你會來到這裡? 我剛才不是黏著小鷹的手指頭 所以,未由右邊鼻孔去左邊鼻孔 河吉說的時候,好像沒什麼 嘩,原來是小鷹的手指來的 河吉現在就鬆一口氣了 他就很好奇地問河鼻 喂,你有沒有去過鼻孔外面的? 當然有啦,你說到外面的世界 嘩,有藍色的天空閃光 好像看不到盡頭那樣 還有那些很甜很甜很甜的糖果 還有雪糕,都在這裡好像山那麼高 我告訴你,外面的世界超好啊 嘩,河鼻立即覺得,我也很想出去啊 河鼻孔開始期待小鷹的手指頭 什麼時候再撩進來鼻孔森林呢? 哼,他於是決定做好準備 沖好涼呢? 沖好看頭,還覺得自己很帥 大條煲胎,帶同太陽眼鏡 因為外面可能光線很像眼的 然後準備好,左等又等,等來等去 等來等去,等來等去 啊 為什麼手指頭也不進來 歐鼻 手指頭會不會以後再不回來 我就只可以留在這個鼻孔裡面 歐鼻就說 不用擔心 我有辦法令手指頭來 你這麼有信心 怎麼做好 我們很努力拉她的鼻毛 手指頭很快 於是她們很大力在森林裡面 攪拌 拉一下 拉一下 嘩 哈 修 哎呀 小鷹只打了個哈癡 她沒有撩鼻 這次真是勾行大作戰 好厲害 喵鼻和喵鼻開始在鼻孔裡面 不停拋癢 怎樣拋好呢 用羽毛 撩撩撩 用樹葉 撩撩撩撩 拿些灰塵 拿屁股扭扭扭 希望小鷹會撩一下鼻子 結果 鼻孔裡面 出了很黏黏黏的鼻涕海 嘩 好像可以在這裡游泳一樣 無論怎樣 手指頭都是不撩進來 喵鼻傷心到哭起來 她說我以後只留在鼻孔 出不了外面的世界了 就在這個時候 咦 又黑了 四周都變暗 喵鼻和喵鼻大叫 手指頭來了 嘩 你看看 喵鼻馬上跳上手指頭 黏得最緊 喵鼻 謝謝你幫忙 你要路上小心 於是她握緊小鷹的手指頭 很擔心一跌 再沒機會出去 拜拜 終於出來了 溝吉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 開心得抹大嘴巴在笑 還跟小鷹打招呼 她說小鷹 你是不是小鷹啊 我就是住在你左邊鼻孔的溝吉鼻屎 小鷹捉住她 哦 這是什麼 然後手指一大 小鷹想也不想就把溝吉彈去很遠的地方 溝吉終於如願意嘗 可以開始她的冒險旅程 這就是鼻屎大冒險的故事 小朋友你喜不喜歡這個鼻屎大冒險的故事 你有沒有想過鼻屎裡的鼻屎 都可能有這個經歷 或者很想到處看看 如果她很想到處去的時候 她又會在裡面做什麼呢 小朋友可能都可以想像一下 究竟鼻屎會怎樣做 或者鼻屎平時痕癢的時候 究竟鼻屎裡發生什麼事呢 溝吉和溝鼻在鼻裡 究竟她們想做什麼呢 今天講鼻屎大冒險的故事時間 就講到這裡 我們每一集都會有些問題 問回小鷹路里的 我們在今集的post上面 有個google form 裡面有一些跟鼻屎大冒險有關的問題 只要你答了之後 我們每一集就會抽兩位小朋友 可以得到自選繪本 或者restore的50元現金券 我們答完問題之後 得了小朋友 我們就會email聯絡你 今天的小朋友3點鐘 爸爸媽媽鬆一鬆 時間到這裡 Bye Bye